四月六號星期三是平常的日子 西貢碼頭這邊變得很寧靜很寧靜 就沒有了些攤檔了 整條街好像只有我們三個準備去行山的人士 我們在西貢碼頭坐的士 來到水流窩這邊就是麥徑四段的起步點 我們今早的行友有阿堯和阿添還有我本人 現在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起步點就是由這邊向這個方向走的 經過一輪石級來臨 我們就上到這條石屎的車路了 這條車路微微向上斜上的 大概我相信20分鐘左右就會去到一個轉折位的了 走了25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到了這個三角形交會位 我們已經看到黃竹羊 麥徑很厲害的 繼續向前面進發 我估計走多不用超過10分鐘應該到的了 我們由下面斜路走七個字左右來到這個位 水流窩上來是嗎? 是呀 七個字也要 是呀 七個字也要 很快 這裡呢 很大霧 不過 什麼都看不到 這邊不要吊耳圈 整個我覺得很害怕在這裏 是呀 OK的 原來不線的 是呀 由這條石屎路走下來 我們就應該來到這個位 這個位置呢 真的是麥利浩徑的入口 千萬不要走右手邊 這樣就錯了 一時不閉眼聊天就不知道 好 在這裏前進 我們走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來到這個分岔點 我們就向右手邊轉的 左邊呢 就應該是去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去南山的 那右邊呢 就是繼續向麥利浩徑 上馬安山的 來到這個位置呢 向左邊正式上山了 這段路呢 用來練一下腳力挺好的 有人 下了一段路 早晨 現在都要喝一口水休息一下 就來到馬安頭了 還有力 少少到了 今天馬安山呢 非常大霧 原則上都看不到山景 是蒙龍一片 前面已經是馬安頭了 我們從這裏呢 一路上來 終於輪到馬安駱 在這裏上去這條路呢 就去馬安頭的 但今天就什麼都看不到 好龍霧 那這裏是麥徑四段的部分 我們一會兒就會向這邊走去 就會經過彎曲山 轉身 然後往大金鐘旁邊下 翁屏 然後出道大水井 邊霧迷離之下的馬安頭 又見不到 好我們一個小丑之後 現在又向下面進發 落山記 好 起行 龍霧之下 我們現在向彎曲山進發 这个就是落弯曲山的位置 其实前面这里看不到,没得介绍 过了弯曲山就会经过大金钟旁边落石级 这个低的位置,没那么大 一会儿弯曲山下来之后,那些石级也会落 前面这里有一个平位,可以取景,如果是好天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向前面这里上来 小径就是上大金钟顶的 但我们今天因为太大霧,决定在右边,说你号径下去 由水浪窝起步,走到现在为止,走了两小时二十几分 那就来到这个艺庭了 我们继续转到大水井 这个就是昂平高原,大平原 我们继续转到大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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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左边下山 我们下山 这边很有趣的 我们用来向左边的 我们下山 所以我们下山 4分钟,我们现在就出到大水井,已经有民居的地方了 也是我们的终点,前面有个专线小巴站,我们会坐车呢 就出回西贡的,由上面走下来呢,我们到达这里呢,就今天旅程是完结了 在这里呢,休息